小姐的鳳梅 你好 阿里 欢迎 請問一下要什麼服務呢 欸 我老婆她比較挑剔一點 她想要找那種手工訂製婚紗 不知道你們在這邊有沒有 喔 有 我們這邊有做這個服務 那請問妳太太 在哪裡呢 在那裡 哈囉 那我們裡面聽 好 給妳介紹這是我們的設計師吳美冠小姐 妳好 妳好 我們來溝通一下 那裡有想要什麼樣的款式的衣服咧 喔 我想要 很簡單 我要能顯身材的 所以我要一個魚尾 魚尾裙 然後要深V 然後最好是腰這邊可以再籠空一下 可是因為我手臂比較粗 所以我想要有一些可能袖子什麼的 可以修飾一下手臂 這樣會不會難 不會 真的嗎 妳說得出來我們都做得到 真的假的 對 等一下我們先溝通一下款式之外 我們再挑我們喜歡的布料 然後再跟妳溝通一下布料上面 我們應該做怎樣的裝飾 那款式我們就這樣確定啊 我們等一下來挑選布料 好 好啦 希希 我挑了幾塊不同的蕾絲 妳看一下 因為蕾絲的花色不同 但是妳喜歡花色大一點的呢 還是叫人家學氣的 喔 那顏色的部分呢 我們剛才也想過了 因為我們穿的是白紗 我們可能挑接近純白 或者是敏色 牙白色 對 我們東方人穿牙白色看起來會比較適合 對對對 比較適合我們 牙白 比較適合 外面我們在蕾絲 外面再造一層紗 那老師我們第一步要做什麼 現在要生 喔 對喔 手再起來 放輕鬆就好了 放輕鬆 我把妳的尺寸全部記載下來之後 我們先畫版 依據妳的身形去幫妳畫一個 妳的版型 這個是抓什麼地方 我們要抓一個折子 因為布是平的嘛 你不需要拉點折子 讓它曲線出來 喔 腰身 腰線 然後依據妳的胸型 多 TOP多少 再來決定我們的折子要拉多深 拉多大 拉幾個 就像這件衣服 OK 剪那個合度 好 我們剪完了 耶 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剪布 好 我們來去剪布啦 走吧 GO 老爺不要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現在在拆布 把我們剛剛這個 直接釘在布上面 欸 對對對 釘在布上面 然後等一下把布給剪下來 我的 妳敢從那邊 人生的第一刀 我人生嗎 第一刀剪這麼多 一點點 天啊 好想買一把回來喔 這樣嗎 這樣嗎 對 妳就沿著我剛才 哇 這也可以這樣子欸 要 嘿 哇 完美 哇 老師我們剪完布之後 這個步驟就要來車了嗎 對 要把它組合起來 先要從兩隻腳 兩隻腳放到後面去 哦 然後紫色先要放在兩隻腳的中間 看得到 來試試看 往前踩 對 好好玩喔 我怕妳等一下嚇到不敢 GO 最後要體驗一下這塊 時速200 GO 很快欸 對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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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師我們現在要縫珠珠嗎 我們已經縫得差不多了 因為這半成品嘛 那個是袖子的部分 喔 我們家的 TOP ONE的 TOP ONE的 指名喔這個 TOP ONE的 TOP ONE的 指名喔這個 這半成品嘛 那個是袖子的部分 你看那師傅在縫的時候 它就會有大顆小顆 而且還夾渣一些水蒜 喔真的欸 因為大小的 這樣比較有層次喔 對會有層次感 從這邊進去 正從這邊出來 放這邊出來 對 喔 出來了 哇 人生第一顆 第一顆豬 我也來挑戰 單手串豬 可以欸 我幫妳扶著 我好大牌喔 好可以了 耶 不好意思喔 掌聲鼓勵 好我們今天的順序有點不一樣 我們要先弄妝髮 最後再 再穿上那個衣服給大家看 這樣大家比較有驚喜感覺 不然一般都是那個嘛 先穿好衣服再弄頭髮 有打算把它做什麼造型嗎 這個是比較韓系的 低盤就好 韓系 對 不要再 不要太過度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有期待嗎 非常期待 那我們就打開囉 好 天啊 超好看的 各位同學 欸 我腰的薰球 它通通做到了欸 就是有 生咪 然後還有 那個 修手背的部分 然後還有 這個 腰部 樓空 有點害羞 而且這樣超顯瘦的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一開始就要那個 魚尾裙 然後它整個就是 身形也做得很好看 而且這台 不是這台 哈哈 這是真的 這是很有氣質的 現在有很多那個珠珠 但是 就是完全是不會就是 不會覺得很聳聳的感覺 它是整個很有氣質 然後再搭配這個髮型 真的是 太完美了 婚紗就是要挑這種的 我先自己再多看一點 我先問一下 你另一貫一半滿不滿意喔 喔好趕快去問他 還滿意嗎 非常滿意 好 那我們就樓下付錢囉 好 簽本票也可以 走走走 今天這件衣服穿起來 覺得怎麼樣 超滿意的欸 OK 對啊 很好看欸 有滿意最重要 真的 因為都是針對你想要的 去幫你設計的 我想問老師 好 你從事這行多久啦 從出生日到現在 我沒有換過行欸 真的假的 這一生都奉獻給婚紗 哈哈哈哈 為什麼 也從來沒想過要改行 是喔 為什麼我想做婚紗 就喜歡啊 喜歡 覺得很好看漂亮 然後可以讓就是 女孩子的 終身擔心 感覺很幸福 對 然後就沒有想換過行 一直都做到現在 喔 是喔 那我要問一個 今天非常關鍵的問題了 我今天這一套這樣做下來 要多少錢呢 你現在身上這套 我們從訂製到達百 縫租完畢 價格大概是兩萬五千塊 非常華散 哈哈哈哈 我穿在兩萬五在身上 這是我穿過最貴的衣服 哈哈哈哈 喔真的假的 那如果要租的話 這一套多少 哈哈哈哈 租的話就比較划算 租的話就比較划算 對啊租的話就比較划算 可是因為租衣服 它有分 我是全新的 那或者是這件衣服 它已經出 已經出長很多次了 它價錢就會比較便宜 你未來還有沒有做其他的項目呢 目前啦 我們現在除了做新人的話 還有做像寵物的禮服 有寵物的 對對對 寵物禮服 然後因為我們也有開課 所以呢也有一些學生會來學習怎麼做洋裝洋財 今天真的很謝謝老師提供希希這個機會 可以自己做我的手工婚紗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不客氣 那我想要幫大家爭取一下福利 就是如果是希希的粉絲的話 可不可以他們來的時候有什麼優惠呢 那如果你是希希的粉絲的話 請你告訴我你是希希的粉絲 我就給你一個優惠喔 太好了 好那我們那個資訊我們就放在下面 大家打開來看喔好不好 好那最後呢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幫我們按讚 訂閱跟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